今天我们来修一个XS Max 这个XS Max呢是UP主花了300块钱 收了一个国航256G的 然后99星女生自用 后面还贴了膜 然后前面把指纹擦掉的话 它就看不出来有明显的划痕 除了屏幕下面有4个气泡之外 就真的是99星 女生自用 然后后面贴的膜 这个膜撕掉的话这个壳真的很亮 然后国航256G只花了300块钱 你觉得亏不亏 是不是很值 你们肯定会怀疑这屌毛在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300块钱收一个XS Max 这个壳都不止300块了 但是事实上就是我300块钱收的 而且还不是限节还是赦账的 就是说屌不屌 然后这个机拆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更屌 然后这个是个进水机 它是个进海水的 我现在一拆开之后呢 就是海的味道我现在非常的知道 然后进水也放了很久很久 应该有一年了 然后整个就你 就是这个屏幕一拆开 就你能看到这些东西啊 基本全废掉了 所以说它300块钱收的 然后这个屏幕啊也是不用想了 就99%都废掉了 然后这个听众牌线也废掉了 然后因为是进海水的嘛 它放了很久的话 海水干了之后会有那个盐嘛 就那种白斑 有一个一个白斑 看起来比较恶心 就是直接看这个机器 就真的很恶心 就是我锈的很严重 然后我想着把它拆开 水个视频 那岂不是美滋滋 然后我发现我大意了 第一就在拆开这一步就出问题了 然后主板上一共有四颗螺丝 那我现在只能拆出一颗螺丝 然后剩下的三个螺丝 全部锈死了 根本都拆不掉 因为这个壳比较亮 我就想着保大不保小 就是保壳不保板 把板剪掉 然后想把它直接抽出来 结果发现我大意了 根本都不行 剪了半天 把主板剪掉之后呢 还是卡的很死 然后一不小心把壳 螺丝柱也干边形了 然后也折不回去了 虽然你变形很好折出来 但是你想把它复原的话很难复原 因为它是不锈钢的 所以说这个壳也要废掉了 哇靠 现在开始有点血本无归的味道了 然后板也被我减废掉了 因为搬个板我只要出一个人工就行了 因为是我自己的嘛 人工肯定不要钱的 然后出个ID板就行了 然后壳呢 把里面的什么尾叉呀什么的 然后你把刀全部都拆掉 螺丝全部拆掉 然后换个除袭剂洗一洗 然后给它装上尾叉什么东西的 就可以了嘛 但是我现在就 我觉得我自己我自己都觉得很搞笑 把板也干坏了 然后屏 屏肯定是坏了 壳也坏掉了 然后现在呢 这个板分开成之后呢 我心更痛 这里面没有多少水 但是上层背面呢 有一个地方是主供电嘛 然后烧了 然后烧穿了 主板烧穿了一个洞 然后就废掉了 然后这个硬盘呢 它表面的涂层呢也是被 给泡坏了 也是泡的有点秀了 然后要修它呢只能去斑斑了 然后 我发了很多很多斑板的视频了 具体有一些细节呢 如果有些小伙伴喜欢看的话 你可以往我往期的视频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说这么多了 然后后面就是直接 斑满它了 然后这个进度条很长 就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看到 一看到斑板就把它马上关掉了 就觉得很没意思 然后其实它后面更精彩 然后我就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给我 把视频关了 我一定要看完我 然后如果有些小伙伴刚进来 然后没有点过关注的小伙伴呢 这个时候应该给UP主点个关注 然后如果点过关注的小伙伴呢 你们这个时候应该给UP主点个赞 或者给UP主点一个投个B也行 然后这个处理这些东西真的好长呀 就跟大家唠唠嗑吧 这个机器呢 你往后面看的话 能不能修好 你们应该能猜得到 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能猜得到了 然后但是呢 我这个视频只是 第一呢就是秀我的操作嘛 就修机的操作嘛 第二就是说怎么说呢 反正我就收回来 就是为了拍个视频给大家看 因为最近没什么素材拍嘛 然后就但是我劝各位小伙伴 你们不要觉得这屌毛 就是你去收一个 你去收一个这种烂机回来 然后找我修 然后不划算的 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知道吧 你这么修的话 正常情况下 你就花这些钱去收 然后再去换这些东西的话 你不如去直接买好的了 千万不要去收这种机器回来修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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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这个视频你看一看 图个乐就好了 就像那种开门包的一样 你图个乐就好了 你不能真的去操作 你知道吗 你真的会操作的话 你真的像我这样去操作的话 你只会血本无归 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捡垃圾 记住了 管了你们爱情不幸 把你最后吃亏的时候 肯定就还是你自己 然后现在不说那些东西了 我很严肃的 真的不开玩笑 前面说的那些话 然后这个机器 现在已经搬好CPU硬盘了 然后现在开机电容也是正常的 然后说明它的套件没挂 CPU硬盘也没挂掉 然后现在测一下它的屏幕 正常情况下 这个机器现在是个白苹果重启的状态 没有搬逻辑码片 它就会白苹果重启 然后现在装它的屏上去 它还是不漏电 有点小漏电 然后开机电容也是正常的 没有大电流 但是它不显示 这个屏肯定废掉了 我已经有心内准备了 然后装现在装测机屏上去的话 它就会白苹果重启 如果白苹果重启的话 它就说明 就说明我这个套件没毛病了 然后现在就是白苹果重启的 然后300毫安左右就重启 300毫安左右就重启 就说明套件已经好了 没毛病了 重启的原因是因为 九角的芯片 一个逻辑码片没搬 然后看过我上个视频的小伙伴 都知道我吐槽过XR的 逻辑码片非常难装 非常难拆 你们再看一下XS的和XS Max 你就会发现真的XR很变态 然后现在搬好码片之后 然后开机电流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的话都能进系统 我这个机器现在上电已经 电流已经过亦烟了 也没有重启 说明码片也装好了 码片也没毛病 这个机器装个屏 然后就能进系统了 就非常的简单 你们不要看视频里面操作这么简单 其实真的去操作的话 比较麻烦 斑板虽然是比较无脑 有手机会干 但是需要很高 比较需要技巧的 很多人就觉得斑板很简单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很累 然后现在装了码片之后 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然后套件没死 very good 然后下层板 下层板它是有大电流的 然后有短路的 然后我修了一下 修完之后 它现在没有大电流 也没有短路的 然后我现在把它上那个锡 清理一下 等一下上测试架测一下 看一下触摸行不行 这个下层如果要放炸弹 这个机器如果修好放炸弹的话 这个下层其实不用板的 然后把它清理一下 就可以放炸弹了 但是我想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想着把它搬掉 把它处理好看一点 就翻新翻得非常漂亮 就给各位小伙伴 就那些喜欢鲜鱼转转档 给你们看一下炸弹机是怎么炼成的 然后现在这个下层我已经修了差不多了 然后可以开机电也不漏电 上电有一丝丝两毫的漏电 都不算漏电了 然后装了下层之后呢 现在开机电流呢也正常 然后它因为这个机器256的嘛 存了很多数据在里面 所以开机比较慢 iPhone的话你的硬盘越大 你存的东西越多 你开机的话速度就会越慢 就是开机开了很久 然后因为它应该存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现在看不到 但根据经验来说应该是的 然后触摸正常 但是它会提示 无法在实设备上使用 费时代力面容嘛 但是因为没有装面容主件嘛 它会提示嘛 但是正常情况下 它还会提示一个无SAM卡的 那这个机器没有提示无SAM卡 说明这个机器还没有基带 而下层减不减呢都是要搬掉的 因为这种进水比较严重的话 虽然修好的话用不久了 它知道会有问题的 然后我现在大概的把这些机器大概修一下 然后为了视频的时长就大概搞一下 然后这个听众白线呢 看起来还ok 然后就是把那些腐蚀严重的地方加焊一下 然后这个钳制3000套啊 就像最近那个三星堆里面出来的一样 全都是那种铜锈 然后这个面容三星套啊 点阵啊红外啊 还有前置摄像头啊 这些坐置后置摄像头啊 这些坐置啊全部都坏掉了 然后我现在只是修一个坐置给大家看一下 意思意思一下 后面那些坐置呢全部都这么修了 然后我已经把它全部都刮开 重新度了吸 然后现在就已经ok了 然后那这个机器开机呢还是没有面容的 它这个功能呢WiFi啊蓝牙啊声音啊 基本上都正常了 然后前置声音是破音的 就是嘖嘖嘖嘖嘖那种声音 前置听筒已经挂掉了 然后面容呢 它现在会提示Face ID不可用 一开机就会提示的 然后应该就是喇叭前置排线的问题导致的 然后摄像头呢我也给它修好了 本来是不照的 修了好久它给它修好 现在能照相了 前置后置都能照相了 然后那个距离感应也没有 如果这条排线应该挂掉了 或者这个芯片挂掉了 然后芯片挂掉的话 面容就没希望了 就废掉了 然后希望不要挂 然后这个壳是一个侧机壳来的 它的壳用不了了 里面的东西装上去就会大电流 然后懒得修了 烤银烤成这儿嗨样的 修个嗨慢 直接换一套就算了 然后这个壳看起来很亮 但是现在一点卵用都没有 只能去卖 有人收垃圾的话 只能收十来块钱 然后这个主板搬的很漂亮 如果包括它边上的那些二维码 我都没有给它碰到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修到通行 就可以通行做翻新斑板 它那个iPhone旁边 像双层主板边上都会有二维码 然后他们会要求二维码不能弄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 就二维码也没弄坏 然后正常情况下 我们给散客修的话 是不贴这些泡棉的 这些表面一般都不会做的 修好了 处理干净就好了 给一些通行或者翻新的时候 会把泡棉贴新的 然后硬盘上面的贴纸 也会贴上 然后硬盘边上也会封上黑胶 然后你看起来好像没修过一样 其实修了 其实搬了上下层的 这个板是搬了上下层的 然后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具体呢 具体翻新的话 我就不在视频里面搞了 就大概意识一下 然后后面呢 包括硬盘方面的封胶也没封 那这种情况下 有些刚不是很懂行的人买回去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机器是一个原机 然后就没修过了 我这边只是大概演示一下翻新的过程吧 有一些没操作的 因为后期在操作 因为全部发出来 你们以后怎么跟奸商 怎么去奸商就没法活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干这个的就很 很害得对人的 你懂吗 然后现在我刚才以为摄像头是修好了 后置摄像头 结果这个摄像头超过 应该不到一米吧 他就看不清了 就高度近似了 这个摄像头就近一点少马是可以的 远一点的话可能马都少不了 就很模糊 然后高度近似 但是这个机器现在所有的功能都OK 然后艾斯的话是95分 因为它的电池 原来电池我没装 这个电池坏掉了 等一下把这个排线搬到另外一个电池上的话 它就会100分 然后女生自用 国航XS Max 2556G 99星 除了没面容 照相有点模糊之外 全部OK 你看到这种机器又很便宜 你会不会买 你买你就会吃亏 但是如果你买到这一台 我修了这一台 我修机还是比较靠谱的 说真的 然后还是比较幸运的 如果遇到那种不靠谱的 你就会非常不幸运了 真的不开玩笑 然后你也不要找我买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我也不会对着你 我不会卖给你们的 你们放心 然后我会给它处理的很好 然后放到转转上 让它们去验机 它都验不出来的 它最多只会说这个是个国产品 它就是一个仿品 它不会验出这个机器大修过 我保证让它验不出来 真的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们买二手机 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吗 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这样 然后有些做二手机的同行 估计已经在笑了 他们也是干这种事情的 所以到这边就不赘述这么多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OK的话 你给我点赞投币 然后如果没点关注 那给我点个关注 然后你们经常跟我互动多一点 我就有抽奖的权限了 如果我有抽奖权限的时候 以后再剪这种垃圾修好之后 我可以全部给它装成圆的 然后我再抽奖给你们 但我现在抽不了奖 然后不是我小气 我希望各位小伙伴一直支持我